哈喽大家好 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系列节目 今天咱们跑题一集 做一期翻外篇 首先咱们更正一些上一集 咱们说那个西温 北温以及高桂林的时候 视频中一些不太准确的地方 上一集咱们提到那个高桂林港 高桂林以及木堤港 这三座城市经常被媒体统称为三连市 这个英文的发音 我上集说错了 我说成是Tricity 但是呢 录完节目之后我才注意到啊 这个City后面是有S的 那就应该念成Tricities 这是上集一个错误啊 另外还有一个 当然不算错误了 这是属于表述不够准确 就是那个 我不是说那个道格拉斯学院吗 这个道格拉斯学院这个名字啊 实际上是为了纪念那个 英属哥伦比亚之父 詹姆斯道格拉斯嘛 这个学校在BC省它属于这个college这个级别上啊 比较好的学校 但是我上集说这个学校 它就在高桂林 这个说法不是太准确啊 因为容易造成观众误解啊 其实这个道格拉斯学院呢 它有两个校区啊 这个高桂林有一个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我没提啊 就是它在那个new westminster那块新威斯敏斯特啊 当然了咱们华人媒体肯定不能用这么长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城市啊 咱们华人叫它新西敏 这个道格拉斯学院除了在高桂林和新西敏这两个主校区之外呢 另外在宿里那块呢 还有一个训练中心啊 除了上面这两个地方有点问题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发音的额舞啊 咱们说到那个师门桥啊 它不是有一座姐妹桥位于那个哈法吗 就是那座横跨哈利法克斯港的那个安格斯麦克唐纳大桥吗 这个桥呢 它是连接哈法跟那个哈法对面的那个城市啊 那个城市的英文的发音我也没有发对啊 我管它叫做Dartmouth 其实不对啊 这个应该读作Dartmouth 你看这个英文地名中这个M-O-U-T-H呢 它一般都读作Mouth 不应该读作Mouth啊 您比方说那个英国南边那两个港口城市 Portmouth和那个Plymouth 您听听人家的标准发音 Portmouth Plymouth Portmouth Plymouth 另外还有一个错误 算是闹了一个笑话 你看我上集说的那个师门桥金门桥 以及那个安格斯麦克唐纳大桥呢 都是钢索邪拉桥啊 其实这个也是说错了啊 其实这三个桥的它的真正的在桥梁界的名字啊 叫做玄索桥 不是什么钢索邪拉桥啊 其实钢索邪拉桥是长这个样式的啊 你看完全不一样的设计原理啊 所以说上集确实犯了不少这个错误吧 或者说是恶物啊 行了今天咱们先自行纠错到这啊 再次感谢啊 帮助我指出这些错误的观众朋友们呢 你看出我这个节目的特色了吗 不怕说错 就怕错了还不认啊 所以说做节目呢 要有一定的这个心胸啊 有错就改是吧 改了再犯呗 今天呢 咱们聊点什么好玩的话题呢 咱们聊一下那个草坪维护 你看 为了说这个话题 我今天又挪到外面来录啊 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 因为怪我啊 上期我一不小心呢 来个搬门弄斧啊 说我这个在草坪维护上有不少经验呢 可以分享给大家 于是就捅了马蜂窝了 就见这一大堆观众跟这就开始点播啊 想让我说一说这个后院这个草啊 是怎么维护的 因为的确我家这个草看着还挺养眼的 不少人就有一种在上面打滚 大帐篷也赢的这个冲动啊 这是您需要经过我的允许啊 其实呢 我跟您交个底吧 我后院这个草地啊 它但凡是个人 它都能养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家它是坐北朝南嘛 我们家车库和前门它是开在正南方 后院呢在北边 因此说呢 这后院呢 它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没那么强的光照和日晒啊 因此说 我家后院这个草地它比较好养 您要是在看我家前院的草呢 那就没法看了 当然也不能说没法看 还行 只是没法跟后院比啊 但是呢 咱们话又说回来啊 既然您点播呢 那我就聊一聊啊 说的对不对的呢 就是我个人经验的 您呢 该拍砖就拍砖 该质疑就质疑啊 万一您要是按照我的说法 把您家草地给糟进了 我盖不负责啊 开玩笑呢 哎 顶多就是草长不起来呗 说是按我的方法 把草给养死了 那不太可能啊 不过 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坑啊 因为 因为很多人 这个观众朋友一听 这草坪维护 立马转台啊 这脑袋懵的一下 觉得这肯定没意思嘛 你看 尤其是我太太这样的 一听我这期要 要谈什么草坪维护 立马表态呀 这期我不看了啊 为什么呀 你说你这个话题太专业了 不好看 我说 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个话题 我这个节目做的不好看呢 所以说您必须得耐一下心来 必须听一下我这个草坪养护知识啊 您在全网估计都看不到我这种用讲故事的方式 说草坪维护的这个up主啊 当然了 说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 我先把自己的经历说一下 不怕您笑话 我虽然说是来加拿大来的比较早啊 05年底就来了嘛 但是之前呢 我一直是租房子住啊 没有买过房子 有人可能问我为什么不买房子呢 这个话题其实说来话长了啊 以后咱们可以专门开几集来聊一聊我在加拿大的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啊 也是满满的全是故事啊 今天咱们就不跑题了啊 我们家其实是在2018年9月份买的房子啊 一住进去的时候呢 我就看这个前后院的草啊 疯涨啊 结果我手头呢 连一个捡草机都没有 于是呢 我住进房子第一件事就是先去那个Canadian Tire 买了一个捡草机啊 顺手呢 再买其他的一些工具 您比如说草耙子 铁锹 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手持的那个小短铲嘛 用来挖那个杂草啊 捡草机我用的就是这个家伙啊 这个我买的这个捡草机 它是用电池的 不需要拉电线的 不过您记住 买这种大家伙呀 最好别买那个带电线的 一遍遍甩那个线能烦死你 我们家这个捡草机的品牌是那个certified的 当然我这没业配啊 所以说您不一定需要买的跟我一样啊 不过我家这个我说实话 感觉用着还行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前后院都有草嘛 草地的面积其实算是挺大的 因此说买一种那种比较专业的 这个捡草机啊 真的是很省事啊 其实我用了这么些年 也从来没有维护过 这个是也不需要磨刀片啊 因此说还可以 不过呢 其实说实话 这个捡草啊 它也是一件非常重的体力活 你看即使是用这种比较专业的 捡草机啊 那每次把这个草呢 给突露一遍 那其实也是挺费体力的 也是出一身汗 跟它出去走个trail 其实也差不多 不过这种事就是苦中有乐嘛 虽说捡草的时候很辛苦很累 但是一干完活 这个浑身大汗 然后上去冲个澡下来 往后院一坐 闻着这个草叶刚刚捡完的芳香 拿着一罐冰可乐 小风一吹 那就感冒了 重路啊 拿着一罐冰可乐 这个小风一吹 那就别提多得劲了 所以说我买了房子之后呢 手头没什么工具啊 就这么凑凑活活的过去一年呢 除了捡草 其实我们家草地 基本上什么维护都没有啊 后来我就发现问题了 有这个草地啊 有些地方就是感觉越来越稀疏啊 而且这个杂草越来越多 这个草地有的地方呢 下面呢 铺着一层这个黄黄的 有草根的死草叶子 续成的一个垫子 让这个阳光和水分呢 都不太好进去啊 所以说问题很多 另外还有一些 那个我们家上面不有一个树吗 这个叶子一落下来呢 盖在草地上 如果你要是不及时清理的话呢 这个下面的草呢 因为接触不到阳光嘛 有可能就会被捂死 所以说这个草坪越长越不好啊 另外那个前院也是 你看前院我不是正对着南方吗 阳光太充足了 就被这个太阳晒的呀 这就一看这个前院的草 就是缺水缺的厉害啊 你再看我们邻居别人家的草地 那一个个绿汪汪的啊 透着那么水亮 我们家这个草坪的 就有点黄中带绿 绿中透了点黄的那种沙漠绿洲的感觉了 搞得我们家门口啊 经常有这个草坪维护公司的人呢 来我们家还给我塞小广告啊 所以说我经常说嘛 你看这门口走来走去的行人 一到我们家门口 再一看到我们家草地这个鸟样子 你说我这脸往哪搁呀 这个阳光怎么把我鼻子给照那么亮呢 咱们换一个机位啊 咱们继续聊啊 说这个草地呢 我必须得提一下我这个邻居啊 你看我们家后院直接面对的是这个溪谷啊 后面就没有邻居 但是我们家东西两边呢 又有邻居啊 西边这个邻居呢 就是我上集提到的这个老罗 Robert 他们家我管他叫老罗家 就那位眼科医生啊 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比我大这么几岁啊 家里三个孩子 两男一女啊 这这大的一看就已经上高中了 这个最小的女儿大概就是刚上初中的样子 他们家人挺好的 这个老罗呢 平时跟我处的跟哥们似的 他们家草地一看就是维护的好啊 你看这前院后院啊 都是绿光往水零零的 再看我们家东边这个邻居 那就不行了 我管东边这家人呢 叫做老瓦家 挺可爱是吧 为什么这么叫呢 不是因为他们家主人这个名字里面 带瓦开头的发音呢 就是因为他们家这个房顶那个破瓦片啊 哎呦我天呐 我一看我就头疼了 他们家就好像从来没有换过房顶啊 这一到这个刮大风的日子呢 那破瓦片吹的到处都是啊 当然了 我说的这个瓦片呢 只是一个俗称啊 给您印象中的这个砖瓦房上面铺的那个 烧出来的那种陶瓷质地的瓦呢 不是一回事啊 加拿大一般的房子上面铺的那种 都是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个利青瓦 非常轻啊 那吹起来砸的身上也不会伤到人呢 因为就是跟那个毛毡片那么大啊 但是也挺闹心的 你看每次一刮风下雨 我们家草地上经常能看到他们家这个房顶上 掉起来的瓦片碎渣嘛 就这房顶还不换呢 你看他们家人得懒成什么样啊 所以说我就管他们家人叫做老把家嘛 总是给我掉瓦片嘛 但是你别看他们家人比较懒呢 但是他家人还不错 不算恶临呢挺和善的 这两口子是干什么的 我还真不太清楚 他们家俩孩子呢都成年了 但是一看就混的不算太好那种啊 这儿子一看就没什么正经工作呀 平时就跟老两口住在一起啊 家里一般有什么体力劳动啊 遛个狗啊 捡个草啊 这都是这个儿子来做啊 他家这个女儿也是也成年了啊 不过经常不招家啊 估计在外面有地方住 偶尔来看一看父母啊 他们家就这情况啊 老把家 我为什么说他们家呢 就是因为他们家的草地啊 那简直了啊 没法看了 比我们家草地还生猛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就是远远看呢 虽说也是绿汪汪水淋淋的啊 可是走近一看呢 哎呦我天呐全是杂草啊 你像什么蒲公英啊 木屑啊 都给铺满了呀 要不是我每年这个 挖野草挖的比较勤嘛 严防死守啊 这才没让他们家的杂草 蔓延到我们家的草地上 但是就算如此呢 我们看我们家草地 跟他们家草地接壤的边缘部分呢 也都是好多杂草啊 有时候给我气的呀 你再看他们家后院 只有中间那么一小部分草地啊 周围呢 全都是半人高的野花和野草啊 说的好听点呢 这叫反谱归真嘛 亲近自然嘛 说不好听的 你就是揽出花来的 所以说你看 我东西两个邻居呢 一个老罗家 一个老瓦家 一个是先进典型 一个是反面教材呀 两个截然不同的草地啊 一东一西是活生生的摆在我眼前的 你说 你说我是跟老罗家学呢 还是跟老瓦家学呢 那还用问吗 当然跟老罗家 不是 当然跟老罗家学了 那老罗家 那压根就不用学呀 那躺平就行了 你看他们家 除了捡草 什么多余的都不做呀 最后呢 这个草坪呢 就长成那个鸟样子了 这里咱们顺便说一嘴啊 咱们华人在加拿大买房子呢 很多人家里 其实都不是太喜欢草地啊 为什么 因为嫌费事 嫌浪费水啊 哎呦 干脆就是直接全部用砖给你铺满呢 一点草地都不给你留啊 这就省得打理了啊 到了夏天这个晒呀 这地面跟着了火一样啊 所以说 我其实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这个这个后院 一点绿色都没有的房子啊 你说你既然有钱买这么贵的房子 你就稍微花点水费打理打理这个这个草地有什么不行的 其实就是懒就是为了图省事啊 当然还有不少人呢 就是流出来一点草地啊 也不是说一点草地没有 其余地方呢 全都拿来种菜啊 这个咱们不好评价啊 因为我本人其实对种菜不抱什么成见 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嘛 叫穷种到富种草嘛 但是您不要对这句话有什么想法 好像人家种菜的都都穷死的啊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 这年头你看到处都是通货膨胀 所以说您自己在自己家的后院啊 种个菜养个鸡啊 这这这无可厚非啊 而且呢 您知道了 自己种的菜那肯定是organic的嘛 有机的嘛 那味道肯定比超市卖的菜更好吃嘛 因此说 没准呢 以后我也挑几个简单的种一种啊 也说不定啊 而且您要是家里有老人的话呢 种菜其实也是一个乐趣啊 他说只能说这个每个人呢 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呢 只是我自己真的不太喜欢种菜啊 一是没那个知识啊 你看我评价自己有一个特点嘛 就是吃麻麻都香 种啥啥不灵啊 种什么都死啊 除了这个种草还凑合啊 另外呢 我就觉得这个在后院 你说你说你说种这个种菜啊 它不太美观 为什么 因为你会有大片的这个裸露的地表啊 你再加上各种什么花盆啊 苗圃啊 什么喷林设备啊 你都得给上上吧 看上去乱糟糟的 跟一个锈针的小农场似的 所以说 而且你看你平时你不得施肥吗 有时候你得需要施一些有机肥吗 而且有些有机肥呢 它其实是有一定味道的啊 所以因此我说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 其实就是为了省一点买菜钱 把自己家后院搞得跟农田似的 这我不太喜欢的 而我还是喜欢这种全是草地啊 周围呢在围一圈花啊 跟跟小公园似的 我喜欢这种感觉啊 不不不过 我只说我自己啊 我没说您呢 至于您种不种菜的呢 您随意啊 种菜随便种啊 养鸡随便养啊 会说你这个菜种出来 送我点呗 当然了 还有在国内的一些同学呢 建议我种一棵果树啊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就更不靠谱了 为什么 除非您现在有一棵现成的啊 立刻种了就能吃上的果树 这行 您要是让我辛辛苦苦 伺候一棵果苗好几年 果子还没出来 我就先搬家了 所以说不知道的 对不起我那份辛苦 另外我觉得果树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这个果树啊 它太容易招小动物了 你看我们家后院就是一个溪谷和树林嘛 那小动物多了去了 你看什么平时兔子松鼠啊 你看像这种在小动物非常多的地方 你要是在院子里种一棵果树啊 而且这个果树 你要是没有这个果实防护措施的话呢 你这个果树说实话的就是纯粹给周围小动物们种的 你就是纯粹的给他们做工艺了 所以说果树这块我肯定也不会碰啊 哎 你别看我前面说的一套一套的啊 什么种菜也不好啊 种果树也不灵啊 说白了其实就是就是懒 先费事啊 你看我这个你看我刚搬进来我们家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连草地都伺候不好 我还种什么果树 种什么农田呢 那都是没影子事啊 后来呢我就痛定思痛啊 为什么我们家草地不如老老老家种的好呢 我自己后来总结就是我还没有习惯住房子的感觉啊 哎 你看我也没想到买了一个房子之后呢 这个会面临着这么大的后院的这个工作量啊 就是说白了 还没有从一个房客到房主这个思想上这个转变还没完成啊 买了房子之后的这么几年呢 我也是在慢慢的这个在摸索啊 也逐步把这个各种打理后花园的这个工具呢 都给置板齐了 这才慢慢的把我们家草地给修复过来啊 我给你们贴个照片啊 你看我们家车库里这些工具 这都是这些年来呢 我们慢慢的置板下来的 当然今天咱们也没必要啊 一个一个把这些工具都给您过一遍呢 具体说这一个什么工具是干什么的 这也没必要啊 等以后咱们有时间呢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咱们慢慢聊啊 今天咱们就简单说一说 跟这个维护草地啊 相关的这个工具 以及这个相关的知识啊 咱们先说最主要的工具啊 一共有七个啊 分别是捡草机 打边机 吹风机 还有打草根机 打气动的机器 还有一个是波洒器 还有一个是拔草器啊 接下来呢 咱们简单说一说 这些工具都是干什么的啊 捡草机就不用说了 捡草用的嘛 英文叫做long mower 打边机呢 英文叫trimmer 它是用来打掉那些 位于墙边啊 马路牙子呀 还是树下面这些 捡草机捡不到的地方啊 用这个打边机 给这个草给打断呢 另外还有一个吹风机嘛 吹风机叫做blower 它是吹落叶用的啊 秋天的时候呢 你看后院不是掉了很多叶子吗 你可以先用这个吹风机呢 给它吹一吹 收一下 再用这个草耙子呢 把它们给聚拢在一块啊 下面这个叫做打草根机啊 英文叫做detatcher 其实就是一种这个机器用来把草地上这个长期留存的这个厚厚的一层 已经死亡的那层厚厚的这个干草层呢 从草地下方给勾出来啊 这样的话呢 你在新的一年撒新的草籽的时候呢 就会有更大的几率 让这个草籽啊 水啊 肥料啊 什么的更容易接触到土壤啊 而不是被这个干草层给挡上啊 而且你做这个深层次的打草根呢 你还可以起到这个疏松土壤的目的啊 让这个草根可以直接接触到空气啊 让让让让草呼吸 一般来说呢 这个打草根这个工作呀 在有草地的家庭来说不是太受重视 而且很多人也不熟悉啊 但是我觉得它是应该做的 当然了 你要是想打草根的话 你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买这个打草根机 这么这么这么种的这个highway的机器啊 你也可以用这个草耙子 英文叫做rack嘛 但是这个rack它有两种啊 一种是那个尺比较长的 那个比较软的 那个那个是用来收落叶用的 它真要是用来爬出这个草根来说 其实它的用处不是太大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就是这个尺呢 它是又硬又短 这种呢 才是用来对付这个干草根的工具啊 但是不知道您用耙子爬过这个草根没有啊 它只适用于比较小的草地 这个草地稍微大一点的话呢 你爬一次试一试 绝对累到你怀疑人生啊 我当时就是这个爬了一次嘛 爬了不大一点就给我累的呼吱呼吱喘呢 后来干脆我就网上买了一个这个打草根的机器啊 接下来呢 咱们说一说这个打孔机啊 就是Areators 就是用来给草地打洞的啊 这个机器其实很多人也没见过 它就是后面拖着一个铁家伙 这个铁家伙上面有好几排啊 大概有手指那么粗的这个空心钻孔 打进去一扒 这个草地就出现一个小洞啊 回头您打完了 您再看你们家草地啊 全都是间隔不是太远的手指粗细的小洞啊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为了降低这个土壤的密度啊 你这个有了小洞之后 你周围的土壤不得补充进来吗 这个土地的密度不就是不就是小了吗 然后土地变得酥松一些 便于这个水分的肥料啊 更容易渗入地下啊 不过打孔这个活呢 其实买机器干这个的比较少啊 因为这个机器太沉了 而且不好操作 而且这个打洞这个这个活呢 不需要经常做啊 一年做一次足够了 或者是两年是吧 所以说为了打洞这个目的 专门去商店买一个这么大的机器 其实也不合适啊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 您要是有这个需求的话 您完全可以去附近的商店租一个来啊 或者说干脆您就花个五六十加币 请专人来给你草地打一次洞啊 其实我自己其实就是啊 我我我我自己没有买这个打洞机什么的 我其实就是买了一个 用来打孔用的这个钉鞋啊 另外网上还有卖这种专门的这个 打洞的这个手工的这个手持的机器啊 也挺简单的 我这个钉鞋还没到呢 明天到货 我就是穿上之后呢 在这个草地上走一圈 身后就留下一个个小洞啊 接下来说的这个工具就是波洒器啊 spreader 就是一个手推车 手推车前后有一个喷洒装置 你还能设置这个强度和这个方向 所以说 但是我其实觉得一般的家庭 不需要买这么大一个手推车似的这个波洒器啊 您就完全可以买一个手持的 不用那么费劲啊 你看这手持的拿在手里就挺方便的 撒种子呀撒肥料呢足够用了 而且冬天的时候呢 你还能够用这个东西给车道上撒盐嘛 其实挺方便的啊 最后一个要说的工具呢 就是拔草器啊 英文叫做stand up wither 就这个啊 你看长得跟方天化戟似的啊 这个其实就不用说了 很多人家都有这个东西啊 用来拔野草用的啊 当然你要是不买这个 你用这个小铲子 蹲那慢慢的拔也算是一个乐趣啊 不过我比较喜欢这个方天化戟啊 为什么 因为它不需要弯腰嘛 一踩一拔 这个把这个野草可以说是连根拔起啊 地上呢留下一个大洞啊 顺便这不也起到了一个打孔器的作用啊 前面说工具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啊 当然我只是说了说我们家里有的 或者即将有的啊 你要是手头有其他的更加好用的工具呢 您可以再也欢迎您在这个评论区呢 给大家晒一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您动一动小手指 帮我点个赞啊 如果您要是能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帮我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 那就更好了 庄也呢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啊 得嘞